一直被視為人生勝利組的十優港者文明詩 本來事業愛情兩得意 不過早前大律師男友林作 耶普兼向傻女抄牌 令文明詩哭爆扁他做朋友 上星期二本來在深夜時分獨家直擊 文明詩出席有份參演的電影《失戀日首映》後 撇低父母和兩男一女去了佐頓吃宵夜 大家離開時 一名外表只足不黑群的型男 離奇出現會合文明詩 還充當柴可夫親自接在文明詩回到 呂坊位於九龍區的御所 其間兩人有說有笑 舉止多親密 原來貌似不黑群的型男 叫Thomas Cham 在文明詩兼喬同屆同學 家族在香港經營金輪中西深容大藥房 爸爸John信良和石龍還是多年好友 金輪住宅在銅鑼灣和灣仔區 現時有四間分店 白富John信傑又是劉華御用中醫來頭不惹小 本刊記者打給文明詩 他大方表示 和Thomas關係一直非常親密 讀書時曾經在英國和對方家長見面 大讚Thomas好nice好帥 又說Thomas有份去現場欣賞首映 只是中途去了整車 未有一齊吃飯 和Thomas有沒有發展機會呢? 我要求很低 其實靈性也沒有所謂 本身知不知道他在金輪藥房太子夜? 曾經經過銅鑼灣的時候 在藥房買過一包花膠 不太清楚 我知道他爸爸有份的藥房 有沒有見過Thomas爸爸呢? 也有的 因為他爸爸和兒子玩得很壞 即是他們畢業 即是你們同屆畢業 是的 那他畢業也見過 因為我們畢業的家長全都過來 其實你和林作現在是甚麼關係? 朋友 你生日有沒有見過林作? 他上個生日有些甚麼人出現 我就免得 但他生日我也沒有 我沒有 你沒有去嗎? 對,很多人說你沒有去 你為甚麼不去? 對著尷尬